好久不见!太阳女神谢娜休息半年终于回归!产后便只骗人!女神风范依旧! 快乐大奔赢的主持人之一谢娜准备付出了!起初是因为脚刃带受伤的关系暂退节目,后来怀孕需要养胎时续深夜休息至今快要半年了! 今年2月初诞下双胞胎女儿的谢娜先少露面,秘密休息就是为了要以最好的状态呈现给观众! 终于在23日,她现身湖南长沙机场,据传是前网录制快乐大本营,准备正式回归! 谢娜从宣布怀孕到生产,足足有7个月小失在荧光幕前,微博粉丝人数已经破译的她,何时付出一直是网友关注的焦点,终于在23日在机场捕捉到她的身影, 尽管低调戴着黑帽、黑色口罩、身穿黑色长外套、内搭黑白条纹继续,仍旧立刻被认出来! 据新浪娱乐报道,有知情人士透露,她将参加快乐大本营的录制,预计节目在5月就会播出! 另外,谢娜与张杰夫妻俩在演艺圈中连园相当不错,在生产前好友赵丽额特别打了金色药送给小宝宝们当见面礼,双胞胎千金降临当天,大批明星好友们送上祝福! TFBOYS成员王源前阵子也趁路影空档,送上小宝宝的礼物给张杰,而范冰冰及李晨近日则分别送上神秘礼物及按摩椅,卡片上写着, 乃现在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,要一直幸福、甜蜜、美丽下去哦!真挚的友情,让人同感温馨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